最 switches 妮娅 你知道关于 凯米拉群岛的历史吗 呃 以前在学校 上历史课时 我一向都在打科学呢 这个我知道 念书这方面 我可还不会输给尼亚呢 我记得书上说过 埃斯加大陆在很久以前 远在瓦尔克利族和拉纳洛族 尚在征战之时 曾经发生过大地震 那场地震过后 大片陆地沉没海中 而一些原本海拔较高的地方 就露出海面 这就是凯米拉群岛的由来 嗯 说得没错 在群岛航线史当中 有段文字提到 掌管海域的珍珠 将会开启湛蓝之门 掌管海域的珍珠 将会开启湛蓝之门 那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快看 有艘船正在接近我们呢 没看到船围上悬挂任何旗舰 该不会是海盗吧 对方船速飞快 而且笔直往我们阵里过来 快快快撞上了啦 快让船回转 避开撞击 来不及了 好久不见 我尔克里的小朋友们 抱歉 吓到你们了 是你 发鸭儿 你究竟想做什么 哼 我是来接我宝贝女儿回家的 啊 呃 女儿 我 我不是啊 发鸭儿 你胡说些什么 克里斯丁怎么可能是你的女儿 发鸭儿 难道你是十多年前 曾得到不朽之手封号的那个发鸭儿 西马大人 你认识这个古怪的大妈呀 啊 在当时的炼金士组织 不朽之手学会里 发鸭儿这名字可是非常响亮的 但在瓦尔克里 与孟图两国的大战爆发后 她就消声匿迹了 后来我听说 发鸭儿的女儿在大战中受了重伤 是啊 没想到我的女儿贝斯 竟然会遭遇如此可怕的梦魇 那场大战 让她身体和脑部受到重创 只能无助地瘫在床上 贝斯 她本来应该快乐地享受青春 这么多年 我尝试用各种方法来医治她 但结果却是一再地失败 被封为不朽之手的我 却无法帮助我的女儿 你们说 这对我是多大的讽刺啊 就在那时候 纳木塔热爆发了 而那些半龙人也同时找上了我 他们告诉我 一般的黑物质 只能让人类变成一头狂暴的野兽 但经过半龙人提炼出来的黑物质晶体 却可以依照施术者的意志 保留人类的灵魂 进而转换到心的身体里 但是黑物质晶体 要到它完美运作 就必须使用大量的黑物质 因此 他们对我提出了交易 只要我愿意帮助他们散布更多的黑物质 他们就愿意救我的女儿 那这跟克里斯汀又有什么关系 也许这是命运的安排吧 因为那个晚上 这个孩子现身了 嗯 我想起来了 你是那天晚上的 那天 你说你是在外执行任务的士兵 却不小心迷了路 想要借宿一晚 那一晚 你好乖 好有礼貌 对我特别的好 我不禁想起贝斯 要是我的贝斯也能像你一样 在我身边活蹦乱跳的 那该有多好 我光是想象就已经出了神 而当我清醒过来 你就在我眼前 暗示 是你将我迷晕的 我将保存了贝斯灵魂的黑物质晶体 植入你的体内 但是 在晶体的能量达到最大化之前 贝斯 妈妈刚才所说的话 你 我听到了 妈妈 贝斯 全部都听到了 贝斯 快过来妈妈这里吧 克里斯丁 很遗憾 我现在 不是克里斯丁 克里斯丁 正乖乖地熟睡着呢 原来如此 平常是克里斯丁的时候 感觉一切正常 一旦身体 被法牙儿女儿的灵魂占据以后 黑物质的气息 就会跟着显露出来 所以 我才会一直没有发觉 克里斯丁的身上 有黑物质潜伏 克里斯丁 你看看 贝斯 只要把这些黑物质 全都注入你的体内 你就可以完全复活了 真是太好了 妈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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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快要成功了 我的女儿 我的贝斯 就要回到我身边了 克里斯丁的意识 恐怕已经被法牙儿的女儿给占据了 我们得想办法救她 我的力量比起上回 可是有了天大的差距 这一次 你们休想再破坏我的计划 啊 法牙儿体内的黑物质能量 比起在银月城的时候 简直 嗯 必须趁贝斯的灵魂 完全控制克里斯丁的生存之前 尽快让克菲尔 对他使用净化之需 嗯 就这么做 啊 我要一个的 啊 找人吗 别来不一的和平 有钱好办事 本小姐是你能指使的吗 不愿意 那四个女孩 没有人 在上班 不愿意 这一场 你 不愿意 发生 做得点 这里 我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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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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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 法雅尔 克里斯蒂 你没事吧 克里斯蒂 太好了 你恢复一世了 克里斯蒂 妈妈 妈妈 你在哪里 妈妈 是 是贝斯吗 贝斯 妈妈 我的灵魂就要离开这个身体了 不 别走 不要离开妈妈呀 已经足够了 妈妈 你已经做了太多无法被原谅的事 不要再这样下去了 不要让我再继续担心您了 好吗 再见了 妈妈 我们就在女神的圣殿里再相遇 贝斯 贝斯 已经都结束了 法雅尔 跟我回去接受瓦尔克里的制裁吧 贝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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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贝斯 好多了 不久应该可以完全恢复 大家 克里斯蒂 你的身体还很虚弱呢 多休息一下吧 怎么突然哭了呢 克里斯蒂 我没事 对了 法牙耳人呢 她和她的女儿 说完最后告别的话以后 便跳下海不知去向 哼 那家伙能沉多深就沉多深 没能将她抓起来 严刑拷打一番 才是叫人难泄心头之汗 其实 后来跟法牙耳告别的人 并不是她的女儿贝斯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克里斯蒂 贝斯姐姐的灵魂 脱离黑物质影响以后 她让我看见了所有事情的经过 法牙耳只是一名失去女儿的可怜母亲而已 笨龙人才是这些悲剧的幕后操纵者 他们声称黑物质晶体 在达到最大能量时 可以让贝斯姐姐的灵魂 完全控制我的身体 但事实上 那根本只是 只是为了能控制贝斯姐姐所编造出来的谎言 目的是欺骗法牙耳 让她替半龙人在艾斯加大陆上 四周贝斯姐姐为此感到非常的难过 而她的灵魂也在让我看见一切真相以后 所以最后我演了一场戏 希望法牙耳能够明白贝斯姐姐真正的心意 克里斯丁 你真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呢 可恶 那些半龙人把所有生命 都当做牲畜一样对待 一旦利用殆尽 就会毫不考虑地丢弃 难道他们的目的 是打算把艾斯加大陆搞得天翻地覆 我总觉得 他们的背后 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 更庞大的目的 对了 贝斯姐姐还告诉了我 关于那个东西的贝斯姐姐 她感应到 在一个距离艾斯加大陆很遥远的地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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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管怎样 我们都必须想办法阻止他们 竟然有这么大的风浪啊 怎么吗 菲力达 海象 变得好不寻常 我也说不上来 这种鬼天气里 还能有什么不寻常呢 不 不对 我对水的熟悉度 直觉告诉我 有些事情不太对劲 不休 不休 迪帕罗 哇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天呐 他长得可真心糗耶 不休 不休 迪帕罗 啊 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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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海关抓住了 真是 怪 怪物啊 克里斯蒂 小心 克里斯蒂 救 救你 我 我不会 游泳 我去救克里斯蒂 让我去吧 论游泳 我可绝对不会输给任何人哦 菲利达 拜托你了 别担心 交给我吧 好 接下来 这只丑海怪 就交给你 神我准使得你也要 女人都要照灭吗 我还不依狠吗 不类传话 對手 所以就有一點點 就有一點點 好 就不可能 就有一點點 還是有一點點 的 可以 努力 太好了 現在 把你 嗯 好 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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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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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是不要 还是先撤退 还是先撤退 好 加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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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想吃 快 好 那些转异的数据 有点滚 就在面前往上 1 2 2 2 4 5 5 5 6 5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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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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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